小木块质量是m的 没有摩擦的翻圈轨道 如图就是这个图里面 假如从p点进你的磁器中 也就是一开始这里的速度是0 那它高度呢 图形算高速是5 好那问你 跑到q这一点 它的动能是多少 ok 它这样放掉 跑跑跑 一直加速跑跑 就在这边了 懂什么意思 它在问你在这边的时候的动能是多少 那一样啦 人家问我动能 基本的意义上就是2分近mv平方 或2mv平方 我看能不能知道这一点的速度 或者这一点的动量 我就可以算出来了 ok 那你能够知道这一点的速度和动量吗 去思考你有所有屏幕给你的线轴 没有啊 ok 那你怎么办 你从基本意义 人家问我动能 我用2分近mv平方 或2mv平方 这是基本意义 没有办法知道这一点的速度跟重量 没办法就是这一点 那怎么办 你要说动能 从定律要怎么办 是不是什么定律 分能量或做工有关的定律 就是什么定律 有什么定律 是不是功能定 OK 是不是功能定律 那功能定律在这个箱简单上我们教你朋友什么 是不是多指点就把m跟地球一起看 然后m跟地球一起看重力就属于什么 是不是内力 保守的内力就会变成是你多指点系统里面的位能 因为是重力我们称为重力位能 那外力有谁 你这个整个在掉的过程里面 你的外力有谁 是不是轨道对它的什么 正向力 OK 是不是正向力 而这轨道正向力 一样哦 大小的方向不固定哦 你要算牛对用动定律去算的话 整个过程要减很难解 那怎么办呢 我从这很简单的用什么 因为它很特性 刚好跟你的位移都会怎么样 正向力都会跟你的位移方向都会垂直的 是不是 我做过 那一样讲到这里就是什么意思了 你的功能定律是不是这样 然后是不是你的能量 所以动能就多了这个内力的 这个保守内力的位呢 是不是 然后这个就会不做工 就是简单的最后一句话 什么 必学能守完 是不是 所以我是从能量的观点 你的功能定律 然后整个讨论之后 它就是符合我们这里的动能加位能 会等于这里的动能加位能 好 那我现在来看 你的P这一点的动能是0 一开始字化是0 那位能呢 mg的多少 5r 是不是 会等于这一点的动能 要求的 你就k 因为他就要求k 你就只会写k 为之 加上位能 位能是mg 对不对 有毛线很简单 就那么简单 就可能是小学数学运算而已 有没有 物理上尽量希望找出那个真的最后很简单的理念 什么意思呢 可是那个理念想法 你要总的去判断就不是那么点难了 好 所以就得到我的动能就是这样子 好 得到这样以后第二小题 问你 在Q这一点 木块跟轨道之间的力 木块作用轨道的力是多少 木块作用轨道的力是什么力 是不是正向力 那正向力什么特性 我们只知道正向力是两个物理原本分体的彼此接触 要互推起的力 而且知道他的大小方向 他的方向就在接触面的垂直方向 是不是 可是这样有没有办法求出他要的大小 没有啊 那一样你要是从能量观点也算不出来 为什么 刚刚有讲的嘛 因为我们就是利用他什么 能量的观点结果 他是无关我们做功能量嘛 因为他都是中垂直的嘛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你这样的逢能量算不出他正向力哦 那怎么办呢 在这边是做不出来 因为他刚好也是不做功的 那怎么办 回归到动力学的最基本的定律 用什么 动力现象的基本定律是怎么样 是不是牛顿动力率 是不是 那在这一点的时候 好一样我们高中里面的情况 就把所有力去找出来 向下主义的 好在这一点有什么力 所以物理上很重要两件事情 定律都很简单 都可以去了解 但是基本能力最重要的最后的基本能力 关键都懂了 最后两个基本能力 把力各种力弄清楚 ok 第二个就是把能量都弄清楚 就成功一大半 好那这也做什么力 是不是第一个超级力重力 接下来接触的谁 是不是这个正向力 就是太阳球了 好 一样你这个力 它是二维的运动 我用什么处理 向下处理怎么样 是不是建立坐标 好那建立坐标 我注意喔 我这里主要要解决哪里 是不是要解决正向力N 所以我在建立的坐标 是我们刚刚之前的 一样在切线跟向性方向吧 是不是 是不是切线跟向性方向 那我还在哪一个方向 在哪一个方向写呢 是不是N在向性方向 所以一样喔 流阵电动力力在这边 向性方向 所有力找出来 就是N 会等右手边 M成为怎么样 A向性方向的 所以就A向性加速度 ok 那A向性加速度 前面讲你说 我们等原作一种的特限 A会怎么样 是会等什么 是不是R分之怎么样 V平方 在这一点的V 那这一点V是多少呢 我们刚没算出来 只有算数K 不过也不要再把用这个K 来算出V喔 你要一个讲法喔 K是不是这样子 那K是什么 2分之1MV平方 那MV平方就是几K K是2分之1MV平方 所以MV平方 其实这个就直接用多少 是不是2K 什么意思 你不要那么麻烦 就把它就算速度速度带进来 你直接这样 所以把这个带过来 所以就会等于8MG ok 第二小题是这样 好我们先把后面讲 第三小题 问 滑到最上面这一点的时候 轨道的力是多少 好直接去问一下喔 跑到这一点的时候 轨道的力 增向力多少 就难喔 直接去问你这样 不会一步一步问你的喔 好 人家问你这个正向力多少 刚刚有讲 你一开始讲我要切入人家的主题 我用能量没法算 为什么 正向力在什么过程里面 有没有做工 没有做工 那根本就不知道他做什么事情 那怎么办呢 所以依照人家的问题 应该是分析这一点的动力现象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解法 解法找过来 其实都是用前面的方法 只是我教你说 因为人家问我的主题 是在先求这个M 好 那我是不是一样 牛顿电动力 在高中 我们通常都是质量固定的话 F等于MA 把所有力考出来 向量处理等于MA 有没有问题 好 那在上面这一点就哪些力 最上面这一点哪些力 第一个是什么 重力嘛 还有呢 超距离重力 还有呢 是不是他跟轨道之间的 正向力 正两个力 好 但是对于他还是二的运动 那怎么办 你接下来是不是要什么 下压处理嘛 那针对原作业 我们建立的参考坐标 就是什么 是不是切线坐标跟什么 向心坐标或滑线坐标嘛 是不是 好 那正换坐标你要求的是这个N 那N是不是在哪一个方向 是不是向心的 你要左手边所有的向心的力 有谁 是不是N加什么 MG 不等于什么 右手边的M乘以一样 这A因为向心 所以这是向心加速度 那因为原作很懂 向心加速度 又可以R分 这是怎么样 这V平方 这里V平方 好 你的思维数项是没有错的 而出现一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这一点的速度 不知道 只要知道直接带过来 就求出N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根据前面的经验 反过来 怎么样 你要求这一点的V要怎么算 是不是用力学能爽 你就在求这一点的 OK 怎么会是 所以我用力学的总和 知道这X点的P这一点的 我的动能 卫能 怎么会是 可以等于X这一点的 动能 动能 然后卫能是什么 MG的2R 对不对 所以就是钻出这一点的动能 把它怎么样 带到上面那一次 你就可以求出我的N 给Mondi 下个Mo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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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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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